北京為最壞情況做準備 美航母貼身警告伊朗 以色列大使勞軍聯合國秘書長要求他辭職 德國總理承諾支持以色列不影響對烏克蘭援助 印度防長這一日視察邊界挑釁中國二味濃厚 中國2024年30年沒有家放網絡氣憤 美航母貼身警告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6日星期四 歡迎收看《每日要問》 我是黃蓉 提提大家 我們的節目除了在YouTube播出外 還會在《乾淨世界》這個新平台播出 網址在影片下這個地方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以下是詳細內容 隨著以下衝突越來越激烈 並且有可能在中東地區蔓延 美國政府正在為最壞的情況和可能性做準備 不過由中東撤離幾十萬美國公民 美軍艾森豪號航空母艦戰鬥群也改變方向 前往貼身警告伊朗 美國警告 若伊朗或其代理人襲擊美國人員 華府將迅速果斷採取行動 同時伊斯蘭三大恐怖組織首領秘密會面 美國斷言加沙停火只會令哈馬斯受益 五角大樓發言人 萊德將軍24日證實 在過去一個星期 駐伊拉克和敘利亞的美軍 最少受到無人機或火箭彈13次襲擊 萊德指出 我們知道發動這些攻擊的組織得到伊朗的支持 我們看到的是 在不久的將來 該地區針對美國軍隊和人員的攻擊 可能會更加嚴重升級 國際社會擔心以哈衝突 可能演變成一場更大範圍的戰事 伊朗外交部長阿卜杜拉希陽證實 美國已經對他們發出警告信號 不要乘機擴大中東戰火 同時布林肯24日 向聯合國安理會表示 美國不尋求和伊朗發生衝突 不希望戰事擴大 但是不要搞錯 如果伊朗和他的代理人 敢在任何地方襲擊美國人員 美國將會迅速果斷採取行動 美國軍方正在採取新措施 保護著中東的美軍 而且美國海軍艾森豪號航空母艦戰鬥群 將不會再加入地中海的福特號航空母艦戰鬥群 而是加入第五艦隊 成為自從2021年 由阿富汗撤軍以來 重返該地區的第一艘美國航空母艦 第五艦隊是美國專門負責中東防務的海上力量 它的總部巴林鄰近波斯灣 針對伊朗的意圖非常明顯 美國海軍報導表示 艾森豪號和福特號航空母艦戰鬥群 目的是對包括伊朗在內的其他國家進行警告 防止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的衝突 進一步擴大到中東地區 同時美國宣布 會繼續向中東各地增派部隊和裝備 五國大樓官員毫無掩飾地表示 這些部署就是針對伊朗 在加沙戰場 10月24日 以色列再傳接報 以色列軍隊在24小時內 精確攻擊了加沙400多個哈馬斯目標 至少炸死3名哈馬斯3個戰鬥營的副指揮官 以色列海軍也傳出接報 部分試圖在加沙走廊北部 鄰近地中海的齊基姆和卡米亞等海路 滲透到以色列的哈馬斯武裝分子 已經被以色列海軍殲滅 至少有4人被擊敗 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哈加里表示 軍方發現哈馬斯武裝分子 從隧道下海 海軍部隊向這些哈馬斯潛水員開火 確保海裡的哈馬斯人走不掉 在以色列正在加大對哈馬斯的空襲力度之際 白宮星期二明確重申 不贊同加沙地帶全面停火 因為優戰只會有利於哈馬斯 一名美國國防部高級官員表示 美國已經向以色列提供機載小直徑炸彈 以及用於鐵窮系統的攔截彈 後續還將會提供更多彈藥 軍事觀察員指 這種GBU-39小直徑炸彈 擁有和900公斤級炸彈同樣的穿透能力 由於它具有穿透能力 在攻擊哈馬斯地下目標時 效果將會大幅提升 除了有助控制殺傷範圍 亦可以幫助以色列攻擊哈馬斯 在加沙建造的地下通道 這款炸彈還有一個特殊功能 就是可以滑牆 能夠在敵人防守區域以外110公里的地方投擲 同時以色列國防軍戰鬥機 25日空襲了敘利亞軍隊的基礎設施 和迫擊炮陣地 會應敘利亞軍隊 向以色列發射火箭彈的攻擊行為 而三大伊斯蘭武裝組織 就正在蠢蠢欲動 黎巴嫩真主黨領導人 納斯魯拉25號和哈馬斯 以及簡稱傑哈德的 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的高官秘密會面 真主黨和傑哈德 已經加入哈馬斯的行動 真主黨透露 他們抵抗軸心正在討論和評估下一個階段的戰局策略 據了解 抵抗軸心是伊斯蘭主導的非正式聯盟體系 包括黎巴嫩、巴勒斯坦、敘利亞和其他反以色列武裝團體在內 西方世界和以色列稱之為恐怖軸心 不容忽視的是 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 日前抵達伊朗首都德克蘭 進一步加強俄伊夥伴關係 而中共就持續為俄羅斯輸血 雙方的貿易額急劇飆升 評論認為世界兩大陣營對峙的局面已經形成 時事評論人士周曉輝指出 以色列乃至西方世界必須認清楚 若想在根本上虛弱哈馬斯等恐怖組織 虛弱恐怖主義在全球的肆虐 一定不能忽視他們背後的支持者 事實上美國等西方國家早已知道 世界上不少恐怖組織和邪惡政權的背後 都有中俄的影子 10月17日 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麥巧爾在X平台發帖說 俄羅斯、中共和伊朗是同謀 他們正揭力破壞美國在全球的合作夥伴和利益 周曉輝也認為 中共挺哈馬斯 令世界更多國家 進一步看清中共的邪惡 另外這也是搬石頭摘自己的腳 挺哈馬斯的後果 就是將會繼續加速外資的撤離 全世界大量財富掌握在猶太人手上 聯合國安理會24日就以巴局勢召開會議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會議上 所發表的匪夷所思言論 激起以色列代表的憤怒 要求古特雷斯不道歉就辭職 在被要求辭職後 古特雷斯第二天在社交媒體重新改口 修正發文 古特雷斯當日在安理會會議上才說 對加沙地區明顯存在 違反國際人道法的行為深表關切 然後不點名指責說 武裝衝突的任何一方 都不能凌駕於國際人道法之上 隨後他進一步為哈馬斯辯護說 要認識到哈馬斯並不是憑空發動襲擊 巴勒斯坦人民已經受了56年令人窒息的佔領 他的言論激怒了以色列外交部長 阿欣 阿欣將矛頭對準古特雷斯 並提高音量 罪述以色列在10月7日遭遇史上最致命的一次攻擊 平民慘被消殺努力 連孩子都無法行臉 阿欣質問 秘書長先生 你是生活在哪個世界的? 阿欣拒絕將暴力攻擊和佔領運為一談 他說以色列在2005年就已經由加沙撤軍 我們將加沙走廊的每一分土地都給了巴勒斯坦人 沒多久之後巴勒斯坦就掌控了加沙 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埃爾丹 在會議結束之後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說 要求古特雷斯辭職 除非他立即道歉 他在前身是推特的社交平台X指出 聯合國秘書長表達了對恐怖主義和謀殺行為的理解 身為一個大屠殺之後所成立的組織的領導人 這麼可怕的觀點太令人傷感 真是一場悲劇 或者受到輿論壓力 古特雷斯當日在社交媒體X改口說 巴勒斯坦人民的不滿 不能成為哈馬斯發動可怕襲擊的理由 然後馬上又補充說 不要對巴勒斯坦人施以集體懲罰 以色列《時報》對此作出報道 報道認為古特雷斯是試圖收回自己之前 似乎為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致命襲擊辯護的言論 德國總理索爾茨日前承諾 面對俄羅斯入侵 德國將會維持對烏克蘭的援助 以此同時支持以色列反擊哈馬斯 烏克蘭總理什米·加爾 24日在德國柏林訪問期間 和德國總理索爾茨舉行了會談 雙方討論了進一步向烏克蘭提供各類支持 什米·加爾出席了當日在柏林舉行的 德國烏克蘭商業論壇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也在網上連線與會 索爾茨承諾只要有必要 幾乎就將會獲得援助 他說 當然 目前我們一直以最大的同情同關切 關注著以色列和中東 但是我們在經濟、財政、人道主義援助 和在武器上對烏克蘭的支持 絕對不會因此受到影響 索爾茨強調如果普京以為西方 不會有足夠的毅力支持烏克蘭 那他就錯了 會議期間 德國武器製造商萊恩金屬 公布了之前宣布的 和烏克蘭國防工業集團 成立合資企業的細節 該企業將會在烏克蘭首都基庫設廠 從事軍事車輛的組裝、生產、開發 以及維修和服務 觀察人士指出 一年多以來 德國由最早的保守官網到以上支持 都決定向烏克蘭提供武器裝備 以及對聯邦國防軍進行現代化改造 德國政府有令人睜目的改變 哈馬斯發動對以色列大規模的恐怖襲擊 索爾茨是第一位訪問以色列的外國政府首腦 他強調 由於柏林對猶太人大屠殺負有責任 因此支持以色列的智慧是德國外交政策的核心 另外 索爾茨近日明確表示 對於不符合德國避難條件的移民 必須要更多更快地遣返 印度國防部長辛克 在象徵邪不能勝正的十勝節節日期間 探訪了中共聲稱擁有主權的阿魯納赫爾邦前線軍營 觀察人士認為此舉向中共挑釁的意味濃厚 印度24日慶祝十勝節 這個節日有邪不能勝正的意味 辛克選這一天到阿魯納赫爾邦多個前線軍營視察 包括敏感的旺達地區在內 悶念1962年在中印戰爭喪生的印度士兵 同時了解作戰準備情況 這是辛克在2022年12月中印士兵在旺達爆發衝突後 走遲走訪阿魯納赫爾邦 辛克在社交媒體發文並附上幾張檢閱部隊的照片 旺達戰略位置重要 這裡也是達賴喇嘛 說出走到印度時候短暫淒身的地方 對流亡狀人有特殊意義 印度觀察人士普遍認為 辛克在十勝節造訪阿魯納赫爾邦 向中國釋放信號的意味濃厚 此外印度寒冬就快到 辛克也透過走訪前線軍營 鼓舞部隊士氣 中共國務院辦公室 25日公布了2024年的部分假日安排 立即受到批評如潮 相關話題登上微波二手 其中網民反響最強烈的 是中國傳統新年假的安排 因為官方規定 由農曆年初一 2月10日至17日連續休息8天 並說鼓勵各單位 結合有新假期等制度落實 安排職工在年30晚2月9日休息 當日2024春節放8日假 隨即沒有假放 國法改委回應2024年放假安排 這3個相關話題 衝上微波二手榜 官方媒體聲稱 這個安排呈現出五大特點 譬如農曆新年 至少放假8天 如果配合有新假期可以放假9天 成為史上最長的農曆新年假期 還有什麼長短結合 滿足群眾出遊要求和放假期盼等等 但是網友反駁說 這樣也行 發定假期你增加了嗎? 8天內有3天是週末 另外調休了2天上班 其實只是放了3天的 民間尤其對年30沒有假放 反應最強烈 說年30沒有假放是什麼邏輯? 年30沒有假放 外地子女怎麼回家吃飯? 那好吧 年都過不了了 一邊要我們重視傳統文化 一邊不讓人民過傳統節日 無視人民的意見 輕視合家團圓這4個字 對人民的意義 有人痛批 那老母病都安排不出這樣的假期 勞動法也保障不了人民 你一句口頭說 希望大家隨直放都一日假 資本家都會聽你的 發夢就有9天的 還有人對放假前後2個星期 都要連續工作6天感到憤怒 諷刺說 發明調休的專家 你可以嘗試今天、明天、後天 三天不吃東西 帶後天吃9餐飯 機節省時間又吃到飽一飽 也有人建議 將農曆新年讓給南韓白 誰放假是誰的節日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 再見 接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